怎么呢 你们那边讨论环球旅行船翻了 人爬岸上那个 你们在讨论那个呢 感谢宣道随心 我告诉你们是咋回事啊 现在墨西哥本地这一条线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产业链了 你但凡中国人在里面走 你必须是归哪个导游的 就像除去旅游一样 你必须是归哪个导游的 这个导游就是所谓的所谓的那个本地交的钱了 明白吧 你必须是归哪个导游的 那这个导游 这个导游 如果发现你是落单的 可以这么说 你现在愿意交钱 你就跟他走 你不愿意交 那么你下场就非常惨 于是这些自作聪明大哥认为自己这条线走出成熟经验了 拿咱家的规律去总结 葛家的讲话都习惯了 不禁要问了 就不得劲了又啥的 不禁要问 又整这出了 自己研究上路线了 干啥 整上船了 这些船它就不是那个什么了 不是那种的正儿八经的 有线 有航线 有日子查 有这种船了 这些船就是属于外面的驴马浪的船了 这些船也是个人本地整的 甚至好多船都告诉你了 就晚上这种风浪 这种浪高级别 因为正常出海钓过鱼都懂 感谢欧极游的连理之 干啥 你们在这点展馆呢 就是连 连理之 就是这些船它就不是正规的了 明天我这么低 既然我给你低点 明天这么低 这些船不是正经船 它们那种小船就是啥呢 人告诉你浪高超过多高的时候 这种船就不能出了 他们的啥 就富贵险中求了 出去整成这一出了 明白吧 完了 这种船它就没有这个安全系数 咱家这些大哥硬头皮自己 就是整个船 完了整个子弹针 整个海徒 就敢下海 你说狠不狠吧 光还大浪一打砰 翻了 往上一捞 我看这趴子 可以这么说 克死他 克死他乡 并没有马格果死 懂了吧 你看这些小说 我带墨西哥 英哥说 瓦哈卡州 那么八个人 对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这么离谱 就是这么离谱 他们不愿意去交这个 现在交这个粪子钱 因为这个粪子钱确实就是很多人说 说去了花十几个 有的人去了花几个 他们的区别就在这 大头鸟 大头鸟 我有白卡看兵不花钱 白卡看兵你确实现在不花 你等你银行账户存款超两万 或者等你哥们闭眼的时候有点遗产 再算 你要说等你一直到闭眼 你也分闭没有 银行账户从来没超过两万 不花 哥们 那你国内你没待过吗 无保护不也这样吗 对不对 你显摆啥 再说咋的光荣了 白卡是啥呀 低保 就是最低保障 低保 你还觉得自己还挺光荣吗 白卡 美国免费医疗 你省多钱呢 你多磕身 你那保险也不贵 一约一百来块钱 便宜点的那个巴马 巴马保险 对吧 那个欧巴马care 你那个跟着八十来块钱一个月 你怎么出多磕身呢 那脸都不要了 现实挺大大了 爷们往处一呆一起 一个月咱讲话 你别说别人基本开销 你该挣得挣 该花得花 到哪挣汇率差 别人瞧不起 把那腰板挺直了 你跟我这显摆啊 大头大头 我这个我那个 天呐 明天真有个低了这证呢 真有个低了这证站你面前 跟你闹了这东西 你再拿着你现在太多了 我看病 我不花钱 我白卡 我咋地的 哪你硬去啊 不给你登报纸上去 你那脸不要了 家里面那个七大姑八大姨 老少亲戚都看着你呢 不要那脸了 领救济粮领啥的 那出去是打工去 出去干啥 出去流浪去了 咱就不说骂娘的事 你出去里 你不是为了称职了这个腰板 不是为了做 挣点汇率差 不是要做人上人吗 不回头再看看年轻人这书 人后千人支不金 完了跟着话啊 我看白卡看病不派钱 我第一板 我领的臭香蕉 我领的烂香蕉 我领的酸黄瓜 我给你这个地方领的那个快到期的那个07时品不花钱 咋的光荣了 啊 你光荣了 白卡六卡的 你不用跟我降啊 我承认你了 行 你牛逼有啥用啊 我一句承认有啥用啊 你活成人上人了 哥们 大将办饭你不用吃了 晚上屋里不是碎仨大哥啊 把头的大哥不是那个脚怎么洗都是臭的吗 中间大哥不是呼噜哐哐就打吗 他俩永远都不同街坝吗 你天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不蹬那大眼珠 蹬低路远 你不跟着鼠街坝吗 这边前脚炒烟气 你都都都都已经 当然讲话住了半个月 你都总结出了 中间大哥气短 哎 平均他家的他俩呼吸 旗下大哥比那人慢慢半盘 一小时之后他俩从河 你现实叫都睡不着 你给国外过啥生活啊 咱就说是木头盖的别墅铁子 你能住上吗 要啥画面呢 给这儿 你去摆卡六卡的 他不说话能的呢 站起来羊们的呀 上国外不是上奥赖去买奥特莱斯 买点狗都不穿的 那讲话跟着鸡舱压货 压五年的 9块9一件 现实就一件 完了你买挺大号的 出去以后好不容易学习英文 oversize 抄大号 穿起来以后去显得很抄 你不也是没有消费能力吗 美国本地卖贵东西 你不也买不起吗 要画面 国内画面要不上初期 你就打工刷碗的 完了你就要上画面了 咋想的呀 天天我也好奇你们这些人 老正名给我看看哈 老点我名干啥呀 我认可你了 行 这小混不错完咋的 你就当查了 你这不现在把我默认当成小时候上学的时候 班里面那个就是贼坏的学生 完了就是贼不服就是霸凌者吗 你不把我当成霸凌者了吗 我说一句 以后这我老弟谁也别打他啊 你就为了认可这个呀 你自己混你自己的 好赖你自己值得就得了呗 你有画面 你有画面 给本地拿外看 你上本地去羊们去 你上大马路上喊去 你啥时候开各个本地买上八手露虎 开上八手露虎 戴上墨镜 戴上打折折护旗 打折护旗墨镜 戴上 上马路上盯胖广场喊去 给你喊 我拿白卡 就给这要画面 怎么框框磕的你一字不打了呢 没有不经要问了 那人要连线 搁哪儿呢 叫啥名来的 忘了 搁哪儿呢 点申请连线 来 我听听 叫啥名来的 连麦壳的 来来来 没问题 顶胖啊 没动静 啪了吧 领盒饭的 还有那些人 找不到工作 还有那些人 谁乐意 谁乐意 谁乐意找不着个工作呀 去里俩眼六直不有事吗 跟哪儿呢 连线 六线呢 叫啥名啊 这小子 小能转飞呀 说话 是的 你怎么了 你这光荣 嗯 你这光荣拿白卡啊 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是 已经53 啊 咋的了 没咋的 我就聊聊嘛 之前好多人喷你 说什么走线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事儿 我这不想跟他们聊那些事儿 我是身在印度尼西亚 站在香港 在英国留学 学的是舞台美术 灯光音响 这一声命运够多喘的呢 光光颠沛流离 还不过提的你啊 那可能管理教 你觉得你喝点酒 俩眼珠通红的五米三道的跟着 硬提了 你上来个哈田你要出书啊 我这是大头鹰出版社 你自转体啊 我跟你接着往下说啊 学的是什么灯光音响 舞台设计 二三岁的时候 跟马来西亚呆子了 最开始从舞台小工一路拼搏 最后跟那个三线女演员 俩二个 后天舞台一来二去 你俩好上了 跟本地结婚了 娶了马来马来西亚的媳妇 往现实还要乘在马来西亚 各国外 磨叽一路十三招 今年五三 啥能没有 晚上喝点酒 五米三道 我要跟人连麦 为啥哥本地一点画面要不着 你那本地也不拿单当回事 啊 完了那个跟你连麦的意思就啥呢 就这帮人就连线呢 啊怎么怎么地乱乱 完被大头鹰提了 就是其实你磨叽半小时之后 也还是这么一个结果 啊